12月25号圣诞节当天 四川浪中发生警察使用催泪弹 驱散正在进行庆祝活动的信徒 而前一天的平安夜 浙江东阳县警察同样以非法聚会为由 骚扰信徒 一对父子被打得满口鲜血 25号当天 北京守望教会户外敬拜的广场 被警方围得水泄不通 据总部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 傅希秋牧师透露 警察当天还抓走了30多个该教会信徒 除了北京 浙江 四川 同样也发生了官方人员冲击教会事件 在北京 在浙江两个地方 在四川都有受到严厉逼迫的案例 四川郎中也有教会 在庆祝圣诞节中25号被打压 公安甚至一度发射催泪弹出散信徒 然后也拒绕了几名信徒 浙江东阳县洪堂村的家庭教会 在24号的平安夜 受到20多名公安及宗教官员冲击 打伤落姓父子 五六个人回上来打我 当他们打我的时候 我的儿子就上来劝架 当儿子劝架的时候 他们一起哄上来 把我和我的儿子就一起打 打了我们打到的地上 打到的地上 他们还用脚缠 结 洛森年和儿子两人被打的满嘴鲜血 事后包括洛森年父子共四人 还被控以非法聚会抓到派出所 关了近十个小时 他们是根据中国的法律信仰自由 包括就是联合国宪章 也保障公民的这种信仰自由 他不是非法聚会 是正常的聚会 那么警察对他们的这种躯感 我认为是警察为法 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表示 政府只允许民众在受政府控制的教会中 参加活动 新台人记者唐韵 詹雅荣采访报道